高雄市長韓國瑜平日拼市政 只有假日才可以跑選舉 他的妻子李嘉芬 現在開始幫他帶跑平日的行程 李嘉芬還向黨內呼籲 希望可以讓韓國瑜做自己 李嘉芬刻意不受訪 因為不是總統參選人 韓國瑜不能宣兵奪主 或被指夫人甘政得要拿捏分寸 現在是中午上班時間 韓國瑜得在高雄 而李嘉芬幫忙跑選舉行程 這已經成為韓國瑜近期的選舉模式 韓國瑜現身投影幕 這是基隆市主委預錄影片 李嘉芬在現場隔空連線 就連雙十節也將同個模式 韓國瑜在高雄升旗 李嘉芬在台北出席泛藍的國慶活動 大家都在幫忙 而且全國各地各縣市 很多好朋友都在幫忙 我也特別代表他來跟大家道歉 那我只要能夠幫他上忙的地方 我一定要 平日選戰行程不能放 因為韓國瑜民調沒起色 傳出黨內評估 強打黑韓產業鏈是錯誤策略 我覺得就算是自己的路走好不好 要韓國瑜別被黨內公婆綁手綁腳 總統大選不到100天 韓正瑩打出北加分南國瑜 TVB的新聞蔡明軒 陳永文 基隆報導 我們又要繼續來接call in 接下來不管今天的政治話題 或者民調的話題 或者是選戰破百日 你有任何的心情 都歡迎你撥打我們的真心話專線 2656 2700 2656 2700 向來是深綠的高雄內門 今天舉辦了內門請役 外人直播要替韓國瑜作證有做事 促成這個活動的石頭里長 她80多歲的母親call in到直播節目 聽到李嘉芬一路被抹黑 她感到非常不捨而掉眼淚 她把李嘉芬當成內門的女兒 那天嘉芬回去混淚 回去後頭廚 你這樣看得到眼淚膩膩膩 所以就是感動了 我看她這樣一樓鏡 你如果說一樓鏡有事實 許這裡有一個事情 是證明說是事實的 我們沒有說 一樓鏡都是被人罵 我還說不免獻 因為我們市民當然也會帶她不敢 是 那是畢竟阿姨今天我們的女兒 是 這樣讓老闆偉膩 是 你看我們情依 我們是要怎樣 情依 我一句情依我也不可以說 對啦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你說是這樣說 對啦 所以在這裡我如果說到高雲 我真正是沒力就一定要 你男二號 阿嬤 阿嬤 你聽得好嗎 對 對 高雲聽得你這樣說 對 說來文行 文行跟他當作作嫁 對 來文行跟他當作後頭 這樣跟他聽 對 高雲跟文行就好 對 對 所以 他聽得好我們的節目這樣 他覺得我們高雄公關 高雄甸這些事大 這樣 竟然大家當作女子 對 對 這句話給家婚 對 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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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問他 到底會出演不出演我不知道 我先跟你說 我不知道 我也希望說 因為如果行政是白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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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方便的位 是 我們就 看到他也是很不敢 會一直安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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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怎樣 剛才有什麼困難 不管是怎樣 都是要觀光過 是 沒有後顧之憂 我們也跟他說 現在來接聽Coin 第一通電話是來自彰化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上線了 請說 唯一支持韓國瑜 下家蔡英文 再見 這麼短 現在通電話是來自基隆的蕭先生 蕭先生你好 你上線了 請說 是 是 是 我告訴你 我說台語 好 你說沒關係 好 我現在目前住在家人 那個 負責是在雲林 我決定會回韓國瑜 你說你現在住在基隆 你的戶籍在雲林 那你到時候投票一定會回到雲林 投票給這個韓國瑜 保證回去 是 民調那天 民調下來跟我說 總統你要選 韓國瑜還是蔡英文 立委要選誰 我都要選韓國瑜 電話隨便拆掉 是喔 你說民調公司聽到你要支持韓國瑜 就把電話掛掉了 然後立委的部分都還沒聽到你的回答 他就掛了這樣 我以為他根本 他沒要問 民調都嫁 所以你覺得民調有假 我朋友都支持韓國瑜 你說你的戶籍在雲林喔 對 那你不就是佳芬姐的同鄉 他們住西樓 我們住林內 林內 佳芬姐今天到你們基隆 你有去看他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 謝謝你 謝謝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歡迎我們今天的神秘嘉賓 游淑慧 哈囉 我又來了 淑慧 你有發現最近柯文哲講話很辛辣嗎 他其實從 今年大概六七月開始 民調開始下滑的時候 他的講話就越講越辛辣 對 就要一直打腎上腺素 沒有錯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在專訪的時候 他抨擊了總統府的秘書長陳菊 引發民進黨強烈的不滿 他今天受訪的時候 再度炮轟民進黨 我跟你講高雄的選舉 會敗成這個樣子 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不應當說 在高雄縣執政30年 在高雄市執政20年 那最後結局是以這種大敗的局面結束 一定是有問題 所以還是要去 要很誠實地去面對這個事實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今天民進黨就是不肯誠實地去面對說 為什麼在高雄執政失敗 為什麼會讓人民累積這麼多怨恨 讓韓流可以興起 那你說我們為什麼會關心這個 就是說 我再次直接就講 台灣不是新桃流的 台灣也不是民進黨的 台灣是所有關心台灣這片土地的人 所共同有人 所以事實上台灣今天走到這種困境 你知道嗎 政治上一些很 我們英文叫delay 兩難的困境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因素 還是要誠實地去面對 好 前陣子大家在想一件事說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 跟美麗島的受刑人 哪一個是對民主貢獻比較大 因為花媽這樣在比較 他向柯文哲說 你以前從政到現在 你對台灣民主貢獻是什麼 大家就說原來要比這個 所以現在柯文哲就回向他 不要以為你坐過牢 你現在就可以為非坐膽 這用字其實對 因為我覺得畢竟有些人 對美麗島那一段 還是抱持得非常尊重 還是有一個敬意 對 我也覺得 曾經在年輕的時候 用他的生命 做過在全台灣這樣子逃亡 還坐過牢 尤其他是女生 其實我是覺得 真的讓人家值得尊敬 可是有些人也覺得說 等他現在是高居廟堂之上的時候 他動輒就告人家 對 連一個學生 連一個大學生 在網路上只是拿一張照片說 這個人 花媽後面的人是 這個吳宗憲 打個問號 這樣也叫警察去把他抓起來 對照他以前 對民主的貢獻 跟現在動不動就告人家 大家就覺得 有不聲唏嘘的感覺 對 柯文哲其實也變很多 柯文哲在幾年前對花媽 人家形容的是抱大腿 動不動就帥團去高雄 去稱讚花媽 甚至有些他稱讚很多人也不認同 現在他反而反過來 又用這麼辛辣的字眼 你怎麼看柯文哲 我先講 我對陳菊的一些想法 當然像邀洲說的 就是陳菊或者是美麗島事件 當時這些前輩 對台灣的民主當然有奉獻 台灣人民也有給他們一些報答跟肯定 也就是將近20年的執政 不管是說阿扁的 13年的 11年的執政 算數不太好 阿扁的8年 到現在那個蔡英文的 好啦 你今天位居高官 你一直在講說 當年怎麼樣 當年怎麼樣 對 當年我們對你充滿敬意 所以我們給了你高雄市長這個位置 我們給了你們民進黨 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總統這個位置 那你不能說 我是坐享其成 我就是應該要有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隨便亂坐 或者是說執政不負責 造成高雄負債累累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你從政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讓台灣更好 而不是為了享有權利 那當然柯文哲的牙尖嘴利 或尖酸刻薄 這個是大家認識他五年 都已經知道了 而且凡事跟他合作過 如果最後沒有繼續合作的話 他都從來沒有跟你好聚好散 每一個都是翻臉無情 包括他自己的政務官 陳菊也是其中一個 當時柯文哲剛當選的時候 我還記得他對陳菊 非常多倍 完全不同性質 一個是休閒運動 一個是競技運動 可是他為了示好 這是這種善意的釋出 我去請益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 柯文哲第一任的秘書長 台北市政府秘書長 也是士大運的最大工程 號稱台北市政府阿信 的蘇立雄 也是陳菊借降給他的 蘇立雄是一個非常好的事務官 這個我要坦承 所以不知道他們是在哪一個點 就突然柯文哲就開始 不斷的踹陳菊 我們看到陳菊 其實沒有在哪一個點 開始去逼頂多 是吳一寧的事情 沒有 好像是因為新潮流跟他有仇 然後就把帳 算在這花媽身上 我覺得那個是柯文哲 也故意把新潮流這個帽子 拿出來打 因為大家都沒有去很回顧說 當時吳一寧這個任命案的時候 是民進黨跟柯文哲商討 這個人事案 後來吳一寧還有去跟柯文哲 面試 柯文哲面試過覺得說 他也還不錯 才讓他上任的 北農的總經理 一定要經過台北市長的同意 所以不是新潮流系說 我沒有要查到我硬塞的 他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的權力有多大 怎麼可能掌握不住 北農的總經理這個職務 連警察局局長 警政署在安排的時候 都要先問過他說 市長這個人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柯文哲說 這個人我不能接受 甚至警政署都還要重新再想一下 要不要再換別人 所以我覺得今天柯文哲 也不要把自己說得好像很無辜 然後新潮流有多壞 事實上你就是台北市長 你就應該要負責 那也有人發現說 柯P他最近講話越來越毒辣 尤其是講這個什麼講話罵的部分 用字越來越重 那是不是要救他的網路聲量 後來我Google Trend 看了一下過去的一年 那最高峰有達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討論度 換句話白話來講的話就是 有100 這可能是連任當選那個時候 連任當選的時候 等於說是大家都在討論他 對 結果一路跌... 跌到現在我今天看最新的是6 只有6 那這陣子以來他用的字眼都很重 也沒有起色 那我們剛才就討論說這個 這個叫什麼 休克的病人 這個就像是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電影裡面 在急救的時候 他心臟已經快要停止了 就說推一針腎上腺素 然後又會再掉... 又不行了 再推一針腎上腺素 現在柯文哲就是這樣子 他一直在用更嗆辣的字眼 企圖去讓自己每一天 都要出現在媒體上面 然後最好還可以帶動生活 但是就是不可以從媒體眼中消失 維持自己的存在感 可是為了刷存在感 一個台北市長 用的不是台北市政 而是到處去講這些廢話 或者是說插話 我覺得台北市民 真的也是看得很心酸 那天就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柯市長從去年當選到現在 到底有哪一個市政上了新聞 我還真的講不出來 剛剛有看到他臉書的粉絲 有 雙子星 雙子星又蓋不下去了 上新聞 可是他也把它扯到是 跟著國中的議題 剛剛他有看到臉書跌了很多 從退站到現在跌了15萬人 郭台銘不是說退了500個站 他就不要跟吳主席見面嗎 那不知道退15萬個站 對郭台銘來講 不知道是有多天大的壓力 我們看一下柯文哲 他有講說這個用字用得很重 說他是民主的罪人 有記者問他說 花媽就故意去出他之前那一個 說花媽說你這個 跟台灣的民主發展沒有任何關係 柯碧就很生氣 我覺得他回答很不遲 他說我們以前坐牢的時候 我們在哪裡 我在台大醫院當醫生 怎麼樣 你上半生坐過牢 下半生就可以為非坐歹嗎 這個用字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有人覺得用太重 有人覺得其實他在高雄 好像也是這樣 那當然坐牢就不只你一個 高雄書成這樣民進黨要誠實面對 你去聽就知道 高雄搞到天路人院 後來丟掉政權 他覺得今天高雄真的很可憐 為了懲罰民進黨懲罰到自己 這句話是罵民進黨也罵到韓國瑜 現在台北人也很可憐 如果大家再去做一次民調的話 柯文哲現在在台北市的滿意度 絕對沒有五成 絕對是超過五成不滿意 其實有很多 而且你要大家知道 柯文哲是連任的市長 也就是說如果你過去四年做得好 你的民調會越來越高 因為我發現你越做越好 市政越來越好 可是你為什麼一連任 不滿意度就快速升高 大家發現說你這個連任 只是為了要延續你的政治生命 而不是為了要讓台北市更好 所以我是 他就很喜歡嘴別人 可是也沒辦法 他是台北市長 你剛剛講那個 就是天下雜誌前陣子 雖然他天下雜誌調查 讓大家覺得詬病 因為他拿了去年的客觀的數據 然後在今年的年中 拿民調把它加在一起 可是去年台北市的客觀 是不是還是他 可是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是沒有這個正義的 是因為都是他 所以他是 他不是倒數第二名還第三名 他是真正的倒數第一名 他是所有連任市長裡面的 最後一名 因為他的去年也是他 可是台北市民真的 我真的很好奇 因為人家問我 真的想不起來 除了你剛剛講的 這個雙子星這些案子 有一點點進度 可是後來又打回原點之外 好像台北市現在上新聞的 都是選舉 可是好像也沒有人覺得 有什麼不妥 我覺得柯P有這一點就是很厲害 他就是有這種 大家刀槍不錄的感覺 那總統府和秘書長 當然就不隨他起舞 所以他的嘴又擦槍走火了 用他的字眼來回他 蘇貞昌就有今天早上 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幫他講話 他說有看到陳菊在軍事法庭上 為台灣民主犧牲自己的話 就不會講出這種話 說真的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對花媽在軍事法庭上 還有包括他逃亡那些故事 我們其實都很感動 可是就是因為曾經感動過 現在看他這個總統府秘書長 這樣的一個高位 動不動就對一些百姓 有一點失去那個比例的提告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其實不只是說任意告人 還有譬如像撕菸是案件 明明總統府秘書長 整個總統府 包括四位市都是他管理的範圍 但當立法院希望他來說明 這些震驚朝野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不出席 那這樣子到底是藐視民主 還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前半身跟後半身 最好要言行一次 否則你還是會浪費了你前半身 給大家的那種感動跟印象 不過我還是要說 大家看民進黨對柯文哲 真的跟民進黨對韓國瑜是不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管柯文哲怎麼樣罵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對他淡淡的 淡淡 其實這個都是淡淡的 政壇一直有人在講說 民進黨跟柯P是不是有暗通還取 所以我也覺得 因為現在柯文哲 為什麼要一直罵民進黨 因為他跟郭台銘的合作 其實最主要是在拉 希望多拉一點國民黨的藍軍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要藉著罵民進黨 而且罵陳菊這個非候選人 反正無傷大揚 然後讓藍軍覺得說 你柯文哲好棒 然後郭柯配 然後政黨票什麼就流過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策略考量 但我只發現說 民進黨對於批評他們的反擊 都是非常強烈 可是你看他對柯文哲 之前柯文哲好像也罵了 蘇貞昌什麼王八蛋之類的 蘇貞昌也是很平淡的回 輕描淡寫的 輕描淡寫 然後我覺得最指標的就是 他罵蔡總統身邊的人 都是貪污的 都是貪污 可是都沒有告沒有任何人告他 如果今天是韓國瑜的話 我看民進黨的議員立委 還有政論 民嘴 全部通通出來罵成一堆了 所以我一直非常非常的覺得詭異 就是民進黨對於柯文哲 跟柯文哲到底是講好的 還是說不想不屑理會他 我不知道 但是以民進黨 這麼好鬥的個性 我覺得他們對柯文哲 真的是極端的包容 好嗎 阿尼 我是 你是 他是